历队总经理王破赫然出现在警方公布的首个假球案件涉案人员名单中 陕西足球呢也被推到了反赌球的前台 在前不久原陕西国立主教练卡洛斯站出来表示 愿公开执政王破之后 作为当年在陕西国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国立著名门将江洪 昨天呢也首次面对电视媒体 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独家专访 江洪先陕西国立足球俱乐部门将 七岁起随父学足球 1976年进入上海卢湾体校足球班 1979年入选国家少年足球队任首门员 1985年入选八一队 1986年入选国家青年队 1997年入选国家足球队 和弟弟江津同为中国足坎截出门将 被陕西球迷誉为中国坎 提起从新闻中看到王破被警方刑拘 江洪表现得很淡定 现在王欣曾经也是以前 以前我们一个队友 我们国家青年队的时候 在一起踢球 王破呢曾经在我们那时候 当时我在陕西国立的时候 他是我们俱乐部的经理 这都是比较熟悉的人 然后感觉看见他们以后呢 自己觉得 没有高兴 也没有什么 反而我自己反而觉得是一种悲哀 就是说曾经的队友 包括曾经的一个俱乐部的一个经理 走到今天 我觉得有他的偶然性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有他的必然性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不管你在江湖也好 你出来混 吃点要还的 正 你不走正道 你走 你走的是 捞片门的话 肯定会有 要还 还那一天 关于江洪和王破之间的纷争 曾经媒体也做过很多的报道 据报道称 江洪奉国立教练卡洛斯 为自己的老师 由于试图二人 坚守足球职业操守 坚持不打假球 曾经被王破视为不合作的眼中钉 当然我该说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说 因为毕竟你作为一个曾经的足球人 作为一个公民 现在就是一个公民也好 因为仍旧关注了中国足球的一个普通人也好 我自己有这份责任在这里 但是你具体的 你想让我再去重新谈 以前好像跟王破 我跟他没有恩恩怨怨 我觉得他这个人 跟我不能相提并论 跟他说多了 跟他扯在一块 我觉得我对我来说 也并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情